無言無語 才無憂 只要真正在乎你 為那少少悲哀 誰當傷害 我本身在珠海電視台 一直都是做廣東話新聞的主播 做了十二、三年 現在還在做廣東話節目 廣東話你沒辦法用普通話去表達它的意思 譬如我們廣東人說 什麼都說 湯很靚 人都可以說很靚 這棵樹很靚 這部車很靚 一個靚字有多少涵義 那你普通話可以取代到嗎 你取代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應該是多種文化 多種語言去並存 而再根據當地的壽眾 根據你們的需要去調整這個比例 煎 炒 燜 炸 扣 煲 蛋 製造基地建設工地205的總裝廠 其實我們台都很想打造一檔 甚至乎是整個頻道都做回廣東話節目 小時候是北方出生的 本身母語是講國語的 十幾歲來到珠海就學懂廣東話 為什麼廣東話會有一個Condonese在英文那裡 因為它的文字都不同 我看到廣東那些 即不是說範體簡體那麼簡單 它很多字是普通話沒有 如果要靠開口才知我再左右 說多久都也未久 謊言一來 一個就是地域文化的承載在裡面 即是衣食住行 思想在謊言裡面 二來 特別在中國的情況 就是謊言 它是留下了歷史語言和語音的紀錄 如果一旦沒有了的時候 要讀回古籍 或者讀回以前的聲韻 是難的 請多千手 不管怎麼發揮 那塊水頭默默問你手 請正放下 廣播語言是現代社會的東西 它是有統一意識的作用 即是大家講同一個話 以及不同地域、不同出身的人 都可以用同一種語彙、同一種講話 表達方式來溝通 有促進現代城市化生活的作用 各種謊言是自然歷史生成的語言 它講的人是有權話 我應該怎麼發音 我這樣講算是對的 如果它取消了謊言的話 它就變成了教育當局 文化當局 掌握了文化詮釋權 獨裁政府 一來是獨裁政府 獨裁傾向 二來是官僚系統的做事方面 無言無怨無怨 財無憂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